韩国现在真的是陷入一个困境当中了 因为我们就讲到说 尹氏月现在是一个头几个大 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之前呢 就是他想跟沙特去争这个深奥嘛 结果惨败给沙特 自己只获得了29票 立刻给自己的国民道歉 还有包括他的这个内阁也要改组 有六个部长官都要换人 而且呢 好不容易中日韩外长会议在釜山举行了 结果今天的突发消息 中国海关总署突然暂停 出口到韩国的车用尿素溶液的通关流程 中国方面的消息是内工不足导致的无关政治 但是韩国头脑头烧很大 因为他们境内的存量仅仅只够用三个月 目前他们有放低升量的来说 说我们现在要了解一下 中国这个是不是一项长期的一个政策 因为毕竟呢在2021年的时候 中方也暂停过 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韩国尿素荒 跟大家提一下这个车用尿素 因为呢韩国有一个绰号叫做柴油车天堂 韩国有多达200万辆的重型货车 上百万的私人小汽车 以及200万的公交车 都严重的依赖这个尿素溶液 一旦这个玩意儿缺货的话呢 这些车都得要停摆 甚至是你想这些车停摆了之后运输面临困难 韩国已经连续上涨三个月的CPI了 所以说这些物流成本的上升 它的CPI还有可能继续的推高 就这件事情哦 我想请教亮哥 大家很容易把它和哪个事情作为结合呢 上周釜山的中日韩外长 王毅外长不是很没爽吗 饭都没吃就直接走了 有人就说要王毅外长饭都没吃 结果搁这儿等着韩国呢 您如何理解中方说无关政治 但是我们仔细的去揣度一下 和政治究竟有没有关系呢 我认为真的没有关系啦 因为中国如果真的要搞韩国 那应该去搞它的那个稀土啊 稀有金属啊这一类的啦 车用尿素为什么会突然缺货啊 我认为跟各国的限制出口有关啦 那可能跟俄乌战争也有关系啦 因为尿素最大生产国是俄罗斯啊 还有乌克兰啊 那也许这个东西实上是一个化学合成的东西啊 那柴油车一定要用到 因为柴油要加车用尿素比例是20比1啊 那就可以把它那个废弃里面的 不环保的因素给烧掉 那排出来的就比较不会去 排出来就变成是氮气跟水啦 所以它是一个混合物 避免这个在燃烧的过程中会有废弃 然后那个大自然没有办法去消化啦 所以这个是各国都是这样规定的 就是柴油车一定要加车用尿素 那以免这个会冲击到环境嘛 所以它是非加不可没有办法啊 所以它就卡到了 那显然就是中国大陆在制造 车用尿素这个东西比韩国便宜啦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我们所讲的一个技术抵制啊 你知道我意思 比如说半导体制裁就是 韩国就什么东西不卖你 那你一时也做不出来啊 那中国大陆就用原物料来反制嘛 比如说加根者啦石墨啦 那这个是你根本做不出来的东西啦 可是车用尿素韩国并不是做不出来 而是比中国贵太多你知道吧 所以它只好自己做啊不然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东西所以我 我不会把它理解为说是一种 科技战啊我认为不是啦也不是贸易战啊 那真的就是自己都用不够了 供不应求啦 因为中国大陆也有很多柴油车啊 所以你怎么办呢 我跟你讲啊 上面事实上是你注意到车用尿素啊 一般人还不会注意到 其实更严重的是粮食啦 我跟你讲 我那天看了一个表啊 从今年六月到现在陆续 开始管制粮食出口的国家超过十个 哇今年开始 今年比预期要更严重 那主要当然就是产量不好嘛 那就开始管制自己的粮食出口 那这个事实上有人做过统计啦 说会造成全世界额外的两亿人口营养不良 所以我跟你讲事实上 那这个你也不能够说是人家在搞什么贸易战啊 不是啊 就是就是公补应求 或者是人家要增加他的安全的储存的比重嘛 就这样嘛 那所以我觉得有些因素恐怕是 是完全是经济规律造成的啦 这个倒不是说额外找你韩国的麻烦啊 因为中国大陆要找韩国的麻烦啊 那工具可多整啊 不会用到这一招啦 应该不会了